今天来个战利品开箱 来日本 很好看 我们的宵夜 干嘛看起来 這是我們今天的房間 終於到飯店了 因為我們今天的班機有點延遲 所以我們到飯店的時間已經是晚上了 因為我們還特地訂了這個邊間房 然後它的白天陽光灑進來非常漂亮 可惜就是沒辦法一進來room tour給大家看 明天早上起床的話我再給大家看一下 這房間採光有多好 東京至於的第一站呢 我們現在要前往這個Blue Note 是一個爵士樂的餐廳 然後因為之前我跟我男友去看那個電影 藍色巨星 對對對 然後裡面就是那個主角啊 他們就說什麼爵士樂迷呢 在東京有一個爵士殿堂 就是說所有學爵士樂或者是爵士樂迷們 就是一定要到那間餐廳去表演 或是聽爵士樂這樣 然後我們兩個就想說 是多厲害 多厲害的餐廳我們也很想去這樣 於是我們這一次就請了我在東京的朋友 幫我們定位這樣 因為它一定要線上 好像去上 它一定要線上預約是不是 對 全預約 它是全預約制 所以一定要線上預約 然後我們就想說我們今天下飛機 第一站 我們就是要前往這個Blue Note 聽爵士樂 我們在台北的新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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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衣服還超近的 你等一下就要聽到那個聲音這樣 會離你很近這樣 最近現在是點小東西 你很期待 而且我有化妝 這裡人都盛裝打扮欸 真的每個人都穿得很厲害 西裝B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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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美 西裝B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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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看不到 超好吃 這間店超酷還有蕎麥麵可以吃 感覺就好吃 是一個老爺爺在這個房間裡面擀麵 食人蕎麥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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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樂 大家早安 今天東京天氣非常好 超熱的 只是天氣真的有點熱 然後我們今天的行程呢 就是想說先在飯店附近晃晃 然後晚一點我們要去現代美術館 然後因為我們這次住的飯店呢 附近非常漂亮 而且人非常少 然後我們在這裡就是隨便走走 都沒人 超舒服 在這裡超愜意 然後我們剛剛第一站呢 先去飯店的對面喝一杯咖啡 因為那間咖啡是那個我們飯店櫃檯人員大推 因為我早上起來就非常想喝一杯咖啡 所以我們剛剛就進去了 結果咖啡超好喝 Oh my god 有夠好喝 我覺得如果明天我突然臨時期 想喝杯拿鐵的話 我可能還會再去外帶一杯 而且它有燕麥奶 啊 非常好喝 好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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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re you 好喝 好喝 choix 好喝 有 好喝 我被人整理 沒有很好喝 啊 非常的暈總 好喝 堪 藝術館沒開門 所以我們直接轉移陣地 來到了銀座 我們這一次第二間飯店 也在銀座附近 但是因為我們好像沒有那麼多時間可以逛出去 所以想說今天有機會的話 我們先來銀座逛逛 然後看看有什麼好買的 因為我有超多二手機品店想逛 希望逛得完 好 之前嗎 好像那個泳之柱 好 真的不敢相信我們兩個 在尤尼座逛了大概兩個多小時 出來天都黑了 我們現在好累喔 要去吃晚餐了 我們的晚餐來了 我們的晚餐來了 每次我們今天晚上就會吃shake shake 我真的好久沒吃 我們點的是牛肉 然後蘑菇堡 然後我喝的是香草奶昔 我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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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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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棒喔 之前都在韓國吃的 喔 來自鵬美吃過 因為之前中大門就有以前切切 所以就是有時候 好餓我就會先吃 然後再去拼拼 好好吃喔 好好吃喔 跟他這個牛肉也很好吃 然後香菇都炸得也很好吃 好的回到飯店了 我們今天來個戰利品開箱好了 我覺得最要推薦的應該是UNIQLO吧 反正就是很關張 我們在UNIQLO買的超多東西 因為現在很便宜耶 超便宜耶 真的很便宜耶 0.21很一定要 我真的嚇到耶 我現在跟大家講 因為現在真的都是秋裝的季節 所以我真的買了很多穿不到的 我買了好多毛衣喔 可是真的很好看 大推就是這個 啊我真的 我跟你說UNIQLO C 台灣剛出 然後我那時候就有 follow到這個大包 因為之前我男友有買這個小的 然後小的我就覺得太小了 它就是這個新鮮 做了一個比較大的 而且是皮革 這種皮革的材質 我覺得跟我比較搭 你是喜歡那個皺皺的材質 我喜歡這個材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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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果然就不一樣 然後我有試杯了一下 非常好看 這個我很推薦 而且這個很大 然後因為我還買了蠻多聯名 叫什麼 然後台灣就是這個聯名已經上了 我有去買內衣 之後呢 我看到非常多Youtuber開箱 他們的什麼背心啊 連身衣什麼都超好看 於是我就是這一次 想說趁我來登京可以退稅 我就這個系列 我也全部都大買 而且還有連身衣在哪 你剛是不是也覺得我連身衣 好看 連身衣在這 他有幫我用這個袋子裝起來 他比較會勾到 欸這個連身衣非常好看 非常好看 這個連身衣 這好像泳裝 這很像泳裝 可是你知道這個就是穿在裡面當內搭 然後你就可以把褲子紮起來 就是衣服不會跑來跑去這樣子 然後我跟你說他下面有做這個 就讓你好尿尿 他下面有做扣子 拆開 就是這樣 你就可以直接脫褲子上廁所 那就不用脫褲子啊 我還是褲子還是脫掉啊 脫褲子之後再把扣子解開 我就可以尿尿 我以為這個是一起穿 這個真的好好看喔 然後呢 我還買了這個系列的毛衣 好不好看 這個藍色很好看 超軟超舒服 憂鬱超久 他有很多顏色 我最後選了這個 就是有點Navy 有點台軍藍的顏色 這變這麼好看喔 希望台灣趕快變天好不好 我好想穿喔 再來還有一些就是 一些紅色的毛衣 而且這好像是男裝 但是我就是覺得 為什麼男裝毛衣做得那麼好看 今年UNIQLO真的有在喜歡紅色欸 因為我前陣子 前幾個禮拜買了那個紅色的珍織衫 然後我今天在UNIQLO看了 好多紅色毛衣 他們之前都有出紅色毛衣 我怎麼都沒有follow到 有 因為你是紅色的人 所以你會覺得UNIQLO出了很多紅色 你如果是黃色的人 就會覺得 哇UNIQLO出這麼多黃色 真的喔 你如果是綠色的人 就會覺得 哇UNIQLO出了好多綠色 沒有UNIQLO真的非常多顏色 然後再來我還買了一個這個 大學體 側邊有做這種 就是白色跟藍色的這種條紋 我買M號 這好像是男裝 這也是男裝 可是就是最後一件 我穿起來超好看 天啊我介紹得晚了 啊我還漏掉一件耶 這也是那個聯名系列的 它這個是一個bra的 安裝喔 這算睡衣嗎 有點像內襯 其實你要當睡衣穿也ok 你如果有一些透飾的衣服 這個直接穿在裡面搭 當內搭也很好看 然後UNIQLO我男友 買的超多 我現在跟大家稍微微分享一下 首先是這個包包吧 兩用包 這個兩用包 這個好重 它現在我所有東西都裝進這個包裡 這個包包呢 它也是那種 有點可以肩背或鞋背的包包 都可以兩用 這個包包就是可以這樣 它可以收在裡面 然後把它拿起來 喔 好方便喔 這樣子 這樣背 推推 那個不厲害 一般素體 無聊的素人 這不是睡衣嗎 素人買素體 欸這件很可愛 這件是花生 花生色 很可愛 Snooby卡通裡的 那隻小雞 它叫烏斯大可 然後還買了這個 這次的工藝T 喔 林奈牙畫的 喔 蠻可愛的喔 然後這次買了很多紫色的衣服 應該說買了兩件 紫色很好看耶 對啊 它這個紫很好看 這個紫非常好看 這是我喜歡的 對 它是薄的長袖 薄的棉T 欸這個紫很好看耶 我怎麼沒看到它 漏網之魚 Oversize你也可以 你還買兩件 這是另外的 嚇死了 這是什麼 這個是我很喜歡 不是 它是粉紅色 索隆是綠色 那它是誰 你猜 你猜它是誰 七龍珠的角色 你給它看一下 七龍珠的角色 誰啊 浦屋 它是浦屋 摩扔浦屋 浦屋不是很胖嗎 它瘦身成功啊 它這是我的目標 真的嗎 因為我最近變很胖 認真嗎 認真認真 他是邪惡浦屋 胖浦屋是善良的 雖然大家 這件很好看 好像不太想知道 胖浦屋是善良的 對瘦浦屋是邪惡的 所以你喜歡邪惡的服務 因為它身材比較好 再來這件我也覺得很可愛 這件你那時候在挑的時候 我就覺得可以買 因為這件是勇之柱款 對 你說難得可難以 難得可難以 小紅豆 小紅豆 小紅豆與勇之柱 覺得這蠻好看的 對 它的U系列都 我覺得都做工什麼的 喔這個顏色好好看喔 這兩個顏色都蠻好看的 你買了兩個很好看的顏色 素素的 這個也是有一點咖啡酒紅色 對 這個我也喜歡 再來呢 我還買了一件他們家的外套 因為呢 銀座的Unicore樓上 就有一個他們的櫃 這樣子 喔買了一件 真的很好看耶 這種就是飛行外套 然後它是白色的 然後我超級喜歡的 就是它的 拉鍊 都是那種金色的拉鍊 你看到嗎 它的拉鍊超有質感的 然後它是那種金色的拉鍊 然後呢 它在特別的地方 就是你看它們拉鍊的地方 是有這種皮革的 很有質感 然後拉鍊都是金色的 這個扣子也是金色的 一試穿就一件中情 好好看耶這件 我整個愛死這個拉鍊 你看到它的袖子 是做這種有點就是抓皺的設計 就會膨膨的 因為它沒有很長版 所以你下面就是可以穿 那種比較寬鬆一點的褲子裙子 什麼之類的 也會很好 很百搭 因為我自己就是蠻喜歡 飛行外套 可是我也希望我的飛行外套 不要太休閒 好好看 再來就是我們也去銀座 逛了一下那個 二手新品店 但如果沒買東西 我男友就買了一件外套 我也是覺得有點驚訝 這件我想買好幾年了 真的假的 然後剛好看到 我每次看到都沒買 因為新的好貴 這是二手的啊 對啊二手的 我跟你講在日本逛中古店 我覺得最棒的地方 就是他們的東西都整理得超好 他們每個衣服的狀態都好到不行 包包趣味我去看了一下 然後他們的那種愛馬仕香奈兒都超新 不知道明天我們自己會買一個新的包包呢 明天再去看啊 明天還要再去銀座 然後最後呢我想跟大家推薦一下 日本一個我還蠻喜歡的品牌 他們叫做Freesmart 然後這個品牌呢就是我之前是 好像在新宿逛街無意間看到的 然後我買了一個他們家很經典的一個 紫色的那種混色的那種針織外套 我上次來東京穿的時候 就被超多人問說我的外套在哪裡買的 就是很少人討論這個品牌這樣 所以我這次來日本 就想說我一定要再買一件 因為他們這個混色都做得很好看 今年就打算把藍色也一起入手 因為我有發抖他們的IG 我就看到他們新品有出了這個藍色的 你看這個藍色多好看 而且是有點混色的 他們的毛是有點那種混其他顏色的 之前就是他們的店員有跟我講說 是環保材質做的 所以他們整件的料質就是非常的輕盈 然後很有彈性 然後整件就是很輕很舒服 唯一缺點就是會飛毛啦 如果有穿其他深色的衣服要小心 因為他蠻容易就是黏到毛的 但除此之外我個人覺得大推 版型真的超好 上次買紫色然後我這次買藍色 他們兩個版型一模一樣 噢好乾的爆炸 就有點oversize那種感覺 重點是不貴 因為他們家兩戒有打折的關係 所以我又買了一個裙子 這個裙子很美耶 這個裙子是那種 bling bling亮亮裙 它的內底只做到大概9分的位置 然後會微微的露出小腿這樣 很好看 有點金蔥的裙子 這樣 沒有沒事 你不懂是不是 這我看不懂 我就知道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戰地品開箱 東西有點多 我們明天應該 有機會的話可能還是 會去逛逛街 如果我買到厲害的東西 再跟大家開箱好了 不然每天這樣開箱下去還得了 是不是 那我們就明天見囉 大家晚安 我們的宵夜 天啊我們剛吃飽 但是因為我們飯店附近有一間 很像全聯的24小時超市 我們剛剛就買了超多吃的 做牌看起來超好吃的 然後還有生魚片可以吃 然後我們還買了這個色香葡萄 因為我們來之前呢 聽說日本的葡萄 就是最近非常的便宜 因為今年天氣太好 所以盛產 欸結果真的便宜 這個我記得只有幾百塊 嗯幾百塊 很便宜就對了 很便宜 然後這個是溫野菜 我們等一下想說多吃一點青菜 這幾天還沒吃什麼菜 欸這個真的好好吃喔 它是花椰菜然後跟香菇 哇你的生魚片看起來好好吃喔 很下酒 對 哇我等一下這個想咬一口這個豬排 炸豬排 我做花椰菜香菇 很厲害欸 很厲害欸 好會調味喔 好辛苦啊 演唱